哈喽,大家好,我是华 这期视频的话我来介绍一下 如何将PS5内录的WebM格式的4K HDR视频 转换成Final Cut Pro能够使用的H265 MOV视频 那么知道PS5可以内录4K HDR规格的视频 那么得到的话是一个WebM后缀的文件 如果你双击的话 它是可以在Chrome浏览器中打开的 然后也可以正常播放 然后如果你的显示器支持的话 它是能够看到HDR效果的 那么问题就是说 当我们把这样一个文件拖动到Final Cut里面之后的话 它是并不能识别并不能支持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只能经营转码了 那么经过我自己的一番摸索之后的话 我发现了一个在Mac上 就是转码的一个格式 那么首先的话我们可以使用FF Pro 来看一下它的编码的具体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用了VP9的编码 然后是Profile2 也就是支持HDR规格的 然后它的像素的这个格式的话是YUV420P 10LE 表示它是个10比特的BT2020 这样一个赛载空间 它其实就是HDR10PQ这样一个规格 那么我自己写一个命令就是WebM 去H265这样一个命令 然后第一个参数的话就是这个文件输入 第二个参数的话就是输出 1.webm输入1.mov输出 那么它的转码速度的话是比较快的 相对来说比较快 那么可以达到一点几倍速 根据你的电脑实际情况 那么我来看一下我这个命令是怎么写的 那么这个命令的话就是使用Fmpeg 那么输入文件就是你的软件名 然后音频编码的话就随意 我这边选了AAC 那么视频编码的话选的是HGVC Video Toolbox 就是在MacOS上提供的一个可以支持硬件编码 这样一个编码的选项 如果说你选择其他格式 如果你选择软件变的话速度非常非常慢 大概只有0.05倍的这个速度 那么这个速度的话实测下来是 用硬件码码的话大概可以达到一个一点几倍速 那么另外第二点非常重要的话就是这个Tag 你一定要加HVC1 这样的话那个QuickTime才能够识别 然后你就可以使用QuickTime 就是来播放甚至后的视频了 那么另外一个参数的话就是这个Bit Rate 我选择这边也是个随便选的一个数 我选了100兆 那么大概的话不会使得HR65编码 成为这个视频的瓶颈 那么这个参数 另外一个参数的话比较重要的话就是Profile V2 这个一定要选 如果你默认的话它是一个8bit的一个色身 那么你输出的文件的话就8bit 然后你虽然还是HDR 但是你会看到是有色彩断层的这个情况 那么选择Profile V2的话就是10bit的这样一个HDR10的规格 那么像素规格的话 像素这个格式的话是P10E 那么这个就是和YOV420P10E 10LE是一样的 就是10bit的这样一个效素规格 那么输出文件是2号参数 这个文件已经导出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一共花了1分多钟 然后是100兆的码率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大家看一下 就生成了一个1.mov这样一个文件 大概是这个码率是可以自己调整的 我这边选了100兆 然后我们就可以使用打开 就可以使用QuickTime播放了 播放的话也是有HDR规格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属性 HGVC就是H265 音频的话是AAC 这个无所谓 那么来看一下视频格式 是色深是10bit 帧率是每变 59.94 然后是HD20 BT2020 那么这个是PQ的 那么我们可以下一步的话 就可以导入到Final Cut 那么我们最后导出的话是Dolby Vision 8.4 所以说我们把PQ转HLG 那么这个文件的话 就可以拖动到我们的 这个Final Cut里面来了 那么导进来之后的话 会发现这个颜色 就是亮度稍微偏安一些 我们这边我们可以使用HDR工具 来对它进行调整 选择PQ to HLG 然后峰值亮度的话 就根据你的这个游戏设置 包括你的录屏时候的 这个电视的这样一个 可能调整的HDR设置 来可以进行调整 当然你可以看这个试播器 你看到这边的话 它的这个峰值亮度 大概是在80左右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调整空间 就是你可以自己调整这个值 就是往下调就可以了 就可以使得它峰值亮度上去一点 这边的话就过曝了 完全过曝了 然后的话你进行微调 这个值每个游戏 可能需要调不同的值 我觉得对于战神 我这个设定的话大概是4倍左右 我觉得比较合适的一个亮度值 然后就得到了这样一个 HLG的这样一个调色 就基本上就是做了一个 稍微做了一个mapping 并没有进行调色 然后420的话也无所谓 因为它并不需要调很大的这样一个颜色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转换就完成了 之后的话你就可以用正常的导出流程 就可以得到一个 Adobe Vision的这样一个HLG的 这样一个规格视频 这样的话你无论是传YouTube 还是传Bilibili 都是可以被正确识别的 都可以被正确识别围成HDR 然后你只要制作一个版本就可以了 并不需要同时导出HDR和SDR版本 那么就是HLG的一个优势 那这期影片就到这边 我会把命令放在视频的描述区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有更好的帮忙的话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花 拜拜